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其实还有一本谈棒球教练的书 一本很小的书 所以基本上你是靠Michael Lewis发机的 基本上第一个我没有发机 第二个我靠马远高 Lewis很重要 磨球就让你就赚翻了 就赚几个亿 那个大部分是你一个礼拜的收入也好不好 对了 是差不多 可是终究是赚了几个亿 对不对 然后当然他的写作到这本书的时候 我有点惊讶就是说 那样他可以写磨球 可是他可以写白宫的政治运作 写的很好看对不对 写美国的 因为他写白宫 他不是光写inside story 他找了一个很特别的视角 让你去认识美国的政治运作是怎么一回事情 他不是光谈政治 而是显然大家对于白宫对美国 因为美国 美国这个国家很复杂 他是一个 你知道英美 英美法系基本上面是一个 一个非成文法系 就是他很多的制度运作 你想当然了觉得 觉得觉得什么事情就该怎么样 但是在那种的他都是 他就是慢慢的在历史演进的过程当中 去抹出来的 他没有什么一定的规则跟你想的不一样 就像他在书里面讲的 就是说谁在负责美国的核弹头 你一定想说美国总统 美国的军方 或者是美国的某些什么很神秘的单位 他说不是 是美国的能源部 OK 他基本上把他放在核能的领域里面 你可以想象说武器是由我们的原子能委员会在管理的意思 对 就如果说今天的核弹头是由我们的原能会 那原能会主委就非常重要了 可是平常我们不会去在乎谁 谁他们原能会主委 对差不多这个概念 对差不多这样概念 我们今天聊的是Michael Lewis最新的一本书 第五风风暴 The Fifth Risk Michael Lewis的作品 好吧 我先问你 第一个你为什么跳这本书 我想Michael Lewis听众朋友 我非常推荐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 随便去书店或者去图书馆找都可以 因为我认为他是当今最会讲财经故事的人 真的 他最早的那本经典叫做老千骗局 那是整整今年满30年 我应该今年找个时间帮他出一本经典版 他最大的特征就是 他总是会为他要写的故事 找到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还记得大麦空吗 可以大麦空讲的是金融风暴的故事 那那场金融风暴把全世界经济都吹得东倒西歪 你一定觉得大家都赔钱赔惨了 是吧 不 他偏偏就是在里面找到一群 靠着这场风暴赚大钱的人 以及他的故事 然后告诉你说这一群人赚钱的背后 有多么 是一个多么恐怖 多么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 可是我们却完全不知道的故事 再来魔球也是一样 你以为 哎呀美国职棒大连 就是洋鸡嘛 就是红化嘛 你想说一般的小球队 穷球队你就是陪打的份 没想到他就是有办法去找到 看到运动家 运动家 的故事 原来 知道的自己很穷 不一定自己闻死不可 相反的 你就要去找到不同的方法 去 原来市场上还真的有CP值比较低的球员 还真的是有比较高的球员 CP值比较高的打法 结果还是可以打出很漂亮的成绩 人家洋鸡又怎么样 最后就写出了魔球 另外他的上一本书是我们去年出的 叫橡皮擦计划 同样的道理 你总觉得 这本书赵少康先生也高度推荐 因为真的很好看 因为他讲的就是 快思漫长的作者 那两个作者 康纳曼的故事 因为我们懂觉得人是理性的 但其实你看了这本书 你就会像皮擦起码就知道 什么理性 诺贝尔讲得主都自己都不理性 人是自私而且不理性 自私不理性 理性人是吃亏的 我们常常会自以为是的 以为自己知道跟懂得很多的道理 但其实我们自以为懂的这些道理 都是用错误的归纳法 归纳出来的结果 真正真相根本不是如此 你以为你自己对中国民国很重要 但 诶 你在讲谁 你这个时候不要 我刚才在讲什么 你不要随随便便 从美国政治讨论到台湾的政治 台湾政治上每个字都很敏感 那关键字都很敏感 OK 那我回到这本书 他说你以为川普很烂 他说不 其实更烂 并想象中还烂 更烂 这些是不知道最近的 第几本黑川普的书了 但他只是用川普来开个头了 但其实他要讲的这个故事是 也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的 反正我们每天都看国际新闻 都看美国新闻 他说你以为你自己知道美国政府在干嘛 你知道白宫的角色 你知道能源部的角色 你知道农业部 你知道商务部 每天都看到这些新闻 他说错了 你其实根本不知道 怎么不知道法 待会我们再一个月聊 不过先讲他 为什么会找到这个故事呢 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他是 有一次他说他看电视 看了新闻说 川普任命了一个 前德兜州长来当能源部长 这个前德兜州长叫 Rick Perry 他就 然后也就叮了一声 为什么叮一声呢 Rick Perry跟能源部 在他记忆中的连结 是佩瑞在共和党那一年的 总统初选当中 出了一个糗事 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 那年那个总统党内部 共和党里面 这个群雄并起 大家都觉得我可以起来 抢大位 所以党内初选是 十几二十个 拍拍站在台上 要争取提名 佩瑞就是其中一个 那佩瑞呢 好时不时在台上 发表证件的时候 他就说 其中一个证件说 他如果当选 他要废除美国三个部门 OK 这三个部门 第一个是商务部 第二个是教育部 第三个是 第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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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在节目讲 而是他在电视转播的辩论会 在对 他在想 怎么想都想不出来 想了一会儿幕僚 帮他准备 他自己根本没有想过这件事 所以根本 怎么样都讲不出来 后来的主持辩论会的人 还给他再一次机会说 你要不要再讲一次 第三个是什么 总之他在辩论会上 在电视转播会下 完全讲不出来 他要踩的第三个部门是什么 最后结束后 OK 幕僚给他打pass 他知道了 他就只好跟媒体说 第三个部门 叫做能源部 所以他想也知道 隔天的报纸 大家集体求他这件事情 所以Michael Lewis 也记得这件事情 但是 川普 任命他去 好提名不提名 提名的人 居然是这一个 在总统辩论会上 说要 而且还忘了 要裁掉能源部的人 当然 Perry后来 他必须经过国会听证 过关 那他其实当时 道歉 他也承认自己 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 他原本并不是那么了解 能源部门的角色跟工作 所以他才会说出那样的话 但是后来他了解了 川普任命他 他也接受了 Michael Lewis想 哦 那到底能源部是干嘛的 有重要到这个程度吗 所以他就打了几个电话 他说去打听一下 能源部到底在干嘛 他说其实只要打几个电话 就知道了 天哪 原来能源部最大的角色 功能跟责任 它的预算里头有一半以上 就是为了保护核子武器 就是在管理核子武器 所以能源部怎么能裁呢 裁了之后 请问核子武器归谁管 所以Michael Lewis 后来就要去做了好几个部门 他就太有趣了 如果能源部他不懂 我也是看书 是这样 你如何想象 核武器这么的敏感的东西 结果是在一个 感觉他们跟军事 没有任何关系的机构里面 是有一些 理论上来讲是一些 因为能源部里面 很多是学者 很多是科学家 很多是学者 由他们在管理这些的核弹头 我觉得这不可思议 但是好像也没有想要去检讨这件事情 那你说他要去裁教育部 我还稍微可以理解 因为美国的教育部 其实不太有功能 就是我们甚至不太知道 美国的教育部 因为他不像 他的教育很开放 所以他不像我们台湾 有教育部要定课纲 108课纲上路 就开始吵翻天 然后文白比例如何 大约开始吵翻天 英文要不要加一堂课 大约开始吵翻天 然后要不要本土语言 要不要增加 又吵翻天 他没有这个问题 教育部基本上面是不太管的 教育的状况是如此 因为在我们台湾 在东方社会 基本上教育还是 大家认为是由上而下的 是个上位的部分 而且是一个独占的 寡占的事业 应该是由中央集权来处理的 但是在美国的右派 共同党他们的右派 其实有一条人是非常 极端反对这么做的 认为教育应该像其他生意一样 完全开放 架高者的 大家彼此竞争 这样子学校才会更好 如果大家都是统一管理的话 就像共产党一样 什么两样 教育品真的会好到哪里去 所以财教育部 是我认为蛮讨好 真正血统纯正的右派的选民的 但贝瑞 这个能源部 显然是捅到马封 然后呢 Michael也说后来就跟着说 如果能源部我搞错了 会不会别的部门我也搞错 所以他就多找了几个部门 结果发现 还真的不止只有能源部 他完全自以为了解 实际上并不了解 而且更重要的是 这也是他在这本书一开头 讲的故事 他问了这十几个政府部门之后 他发现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呢 看来川普也不知道 所以呢 川普整个过程中 在欧巴马到川普的过程中 并没有好好的完成交接 每一个部门都跟他抱怨 川普没有派人来交接 要不然是 川普怕一个很奇怪的人来交接 所以他就从这个角度开始 他从交接开始 他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很吸引我 他在讲交接这件事情超好笑 要知道 这个是不是我们台湾也应该 看了这个故事 真的应该去效仿的 当然是因为 你知道我 那个时候 我们曾经主张要定一个 总统交接条条例 就那个条例呢 你看当民进党在野的时候 说要定交接条例 一直在的时候呢 他用不定了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们仍然没有一个总统交接条例 那对川普来讲 他说他输了一开头 他就讲到就是说 川普认为说 交接这么简单的事情 我们两个 我们只要找两个人 两个小时就搞定了 就是把重要的这些公文 印件换一换嘛 我们都想象像是 像像是我们的部会的交接典礼 中间有一个 公正人 有一个公正人 然后呢 把一个象征的 这个部长的大意 应席 然后交到另外一个手上 好 这样的交接就完成了 好 不会就去换人了 政府就换人 哪那么简单 当然有很多原因是因为 川普一开始 他轻视交接这件事 是因为 他觉得 他也不会当选 我不会当选 我干嘛花这个钱 我们后来才知道 交接是要花很多钱 不少花很多钱 我也是看了这本书 才知道的 大家知道吗 美国总统的交接流程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并不是从投完票之后 开票结果 唐湘龙你当选了 川普你当选了 才开始的 不是 从你参选的时候 是 从你被你自己的政党提名 要参选的那一天开始 就要开始展开你的交接小组的工作 而且交接小组的筹设 还有这些人员的费用 以及交接官所产生的一切的费用 政府会补贴 政府有补贴一些 但大部分都要你自己出 对 所以意思是说像欧巴马 当他被民主党提名之后 他就要开始展开交接了 开始要准备一个小组 让这个小组到全美国去 帮他物色未来可能的班底 国务卿应该找谁 这个农卫部应该找谁 能力部应该找谁 教育部应该找谁 有哪些可能适任的人选 然后再去调查这些人选的资料跟背景 谁跟唐湘楼一样 有过黑底的 谁跟唐湘楼那样闹过丑闻的 谁跟唐湘楼一样 看起来如果真的提名 他会让我自己也跟着倒打霉的 没有了 这样就没有人 所以大家get the idea 就知道说 其实在我们看的电视上 他们在电视辩论 在如火如荼的选举 还不确定自己会不会当选的 这个过程中 其实他们同时有另一组人马 已经是在假设自己已经当选 然后要开始招兵买马 要延览他重要的内阁成员的工作了 那这个事情一直进行到投完票 开始结束为止 他们就开始再进行 所以美国总统交接流程是非常长 漫长 而且很严谨的 至少在川普之前 但是原来Michael Lewis 他讲了我们也才知道 川普刚开始根本就不想理这件事情 可是依法必须这么做 所以后来就有一个人 Christy 他就毛遂自荐 帮他去筹设这个 就是说交接小组 但是要钱 川普说 不管你自己想办法 自己去募款 Christy说好吧 他其实本来也想选总统的 但是他知道自己人气不够 所以他就说 那算了 我反正当不成总统 但是我如果可以帮总统 交接 验过你 那权力是很过瘾的事情 所以他心甘情愿去帮川普募款 然后来做交接小组的工作 没想到募到很多钱 真的募到 而且募到很多钱 真的有当一回事的在进行 但是这个时候的川普 正忙着选举 骂西亚蕊 找他别的事情 可能还跟普丁干嘛 我们不知道 就没有特别注意到 直到有一天 他突然在报上看到说 新闻说 川普的交接小组 最近正在做了什么事情 他才突然发现 我有交接小组 我怎么不知道 然后就看见 这个Christy 对对对 我想起这件事情 然后就把Christy又找来 然后看见 你做了这件事情 那你钱哪来 Christy说 我去募来的 你募来的钱 怎么没有告诉我 对就是 因为川普有一个很特别 他认为募来的钱 都是我的钱 你知道这种资本主义社会 跟我们的理解 是非常不一样 我们都会觉得说 你募来的钱 你那些什么 什么政治现金账户的钱 你不能当自己的钱 那些呢 基本上面呢 都是某种形式上的公款 甚至有些政治人物呢 钱没有用完之后 还得要装模作样 说把全部捐了 捐作 捐作公益 可是你看川普的观念 就 捐给我的 捐给我的 就是我的钱 所以川普的口头才有两句 大家只知道其中的一句 You are fire 对他其中的一句 你最常听到 You are fired 那个 你不管是演戏 或当个老板 最常讲 他另外一个就指控 You still my money You still my money 你偷我钱 而且中间还夹一个脏话 对 You still my money 这个呢 在恐惧的那本书里面 也常常提到 对对对 他也提到啊 就是 就是他常常指控 他身边偷他钱 你看他很有钱了 但是他提到 指控周围偷他钱 只要有一点点 就是说人家在用 用的钱 他不知道 他就说人家偷他钱 而且他还不只是 找Christie到他家里 在他那个 Trump大楼的顶楼那里 去抓骂 他觉得应该骂给别人听 所以他紧急打电话 给当时的进行总监是班农 把班农也找来 班农说 什么事这么紧急 把我找来 结果找了一句说 这个家伙 偷我钱 对 他搞不定有状况 Christie就坐在那里 很无辜 他说 这个是因为我 一早就告诉过你的了 然后第二个 这个钱本来就是 依法得这么做的 关我什么事 川普真的把他 像当归儿子一样 这样现场在那里 就要骂 班农 因为班农在现场 班农他那时候 他的首席政治顾问 虽然之后翻脸了 班农走了 但是班农因为是 因为是美国 美国当代 右翼的代表性的人物 等于是右翼的 骑手一样的 所以班农对于 对川普的这些的意识形态的操作 跟帮他做定位 班农的意义是很大的 其实他背后鞠躬不小 所以这就是川普对于交接这件事情 打从一开始的态度 所以你想想看 交接政群轮替就是这样 Michael Leeds这本书里面就讲 当你交接不顺 你执政就不会顺 结果果然 川普接下来在很多的部门 完全找不到人去交接 其实直到今天为止 白宫底下的很多的部门 重要的主管 都还是空缺的 都还是没有人 他们要么没有办法找到合适的人 要么找到的 他认为合适的人 国会不通过 所以到现在 还就很多主管学是缺的 这个大家可以想象 作为一个这么庞大 这么重要的国家 重要的位置上是没有人在带头的 群龙是无手的 其实很多政务的推断是会出问题的 可是你倒过来 像我们常常发现的 就是当这么久 那个位置上没有人 可是也没有出什么事 这就是Michael Leeds这本书里面讲的 第五风暴的原因 你说之所以没有出事 其实正是因为 其实我们有很强大的公务员 文官体系 文官体系 就是跟我们的文官一样 就是我们常常发现 这个部会 比如说 比如蔡英文之前 有六个重要的政治职位 都没有补人 在那时候的 赖清德要下台前的时候 内阁要交接前 六个部会 那重要职位没有补人 那大家发现干嘛补 因为没有人觉得有什么 有需要他 就是这个部会都还在这运作 好像也没有少什么东西 也没有出什么乱子 大家又可以省一些钱干嘛补 但是当出事的时候怎么办 对 好 当然 对于Michael Lewis来讲的 他 他花时间 然后去深入的去思考 就是政府运作潜藏的危机 那这个呢 他写了这个所谓的第五风险 那这叫 他叫 他叫 他叫这个第五风暴了 那基本上是一个风险的概念 好 但这个风险的概念 没有 没有发生的时候 你就是觉得没有事 没有错 文官的体系的运作 可以让他维持一个 就像是叶克膜一样 我常常讲 文官 就像是叶克膜 你脑筋死了 可是我透过叶克膜的体外去循环 他整个的身体的功能 指数看起来都正常 但是你没有脑中 终究 他就只是一个 一个在死亡 生死边缘的一个存在而已 那这样的一个政府部门 当然是很可怕的 但他刚刚讲的就是说 没有好的交接 就不可能会有好的运作 这个是在过去 我们很忽略 因为我们对交接这件事情 我觉得向来不讲究 所以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陈水扁在2000年上台之后 隔年2001年 陈水扁以现任总统的身份 出了一本书 叫做金涛骇浪500天 他那个金涛骇浪500天里面 前面他在讲 他把李登辉凑骂一顿 当然他不是点名骂李登辉 他说他进到总统府之后 他发现那些重要的国安的 那些公文档全都是空的 那柜子里面全都是空的 他这东西去哪里 我完全不知道 之前李登辉十几年 到底做了什么 政府可以做到这个样子 他当然会 因为没有延续性 我不知道你之前做了什么 甚至之前有没有一些违法的 或者怎么样 他都不知道 交接非常重要 但是我们都不在乎 进广告回头之后 继续跟沈云冲聊 飞天播放飞天早餐 我是南家龙 今天礼拜一的时间 早餐读书的单元 这本书第五风暴 The Fifth Risk Michael Lewis写的 一个失控的政府 一场全球的灾难 出版社早安财经文化 早安财经 那这是沈云冲的出版社 当然他挑书 他挑的很特别 那这本书 Michael Lewis虽然是 沈云冲一手养养大的作者 但是Michael Lewis这本书 可能是他的所有的书 你除了见识到一个好的作者 他本身多方面的写作能力 这个是很难的 他可不是在写一个类型书 那我觉得 我觉得好的作者 好的写手 最困难的就是在不同类型里面 尤其涉及到复杂度跟专业度的问题 他都能够驾驭 那才是真正的厉害 好 那当他提到就是说 他从川普政府的交接的乱七八糟 而且根本就不知道交接很重要这件事情 他从这里切进去 然后看美国政府的运作现况 他发现搞了半天 其实很多的部会 很多的机构 那个庞然大物 盘根错节 根本没有人真的搞清楚 哪一个单位在负责什么 或者什么东西是哪一个单位负责的 跟我们的制度运作非常不一样 相对而言 我觉得我们制度还比较清楚一点 我们知道什么东西 大概就是归财政部的 八九部不离世 我们知道这件事情 我知道它一定是属于经经济部的 八九部离世 不会离谱的 大概就是经经济部 好 那你同样这件事情 一定是农委会管的八九部不离世 但是在美国政府就不是了 真的 他就像你讲的 因为美国政府 他从开国以来 他其实是不断的根据不同的需求 去调整他不同部门的角色 他是慢慢长出来的 对 所以我也是看了Michael的这本书 有些地方也在恍然大物 原来是这样 不过我其实有把一部分的内容贴到脸书上 我发现 我相信现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里面也有高手 应该早就知道 高手在民间 高手在民间 我举个例子 不我还是举个例子 比方说商务部 OK 唐强宏请问商务部最大的角色是什么 不过你现在看了书你应该知道 在看书之前 他们可以想象 大概就像经济部吧 像国贸局吧 商务嘛 对啊 商务部里面90亿的预算 我请问听众朋友 请问占最大比率 大概一半左右的 是哪一个部门 哪个部门 国际投资吗 国际贸易吗 不 贸易投资管理业务大概只剩到10% 其实里面最大的部门是管气象 商务部 对他们他们没有一个中央气象局 对不对 有就气象国家海洋大级总署 就是地属于 他不是地属于别的科技部啊 什么别的部门 他地属于商务部 这当然有他的历史渊源 书里面有讲 我这里就不讲 不过相较我们 我们的中央气象局是在交通部 我们在交通部 但你可以想象 他其实气象跟交通 跟商务都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你想想看 如果没有气象局 为什么在交通部 有道理 因为飞机就不可能起飞 桥也不可能盖 路也不能盖 而且要打 打起仗也不可能打的 因为没有气象资料 你怎么去打 所以这个是很有趣 当然也跟商务部的 基本角色有关 商务部还有另外一个 中华角色 这个在我们台湾 也完全很难想象的 就是做人口普查 对 你能讲人口 他这本书里面 也在讲人口普查 他们的人口普查 是谁在负责 商务部 商务部在负责 地属于商务部 的人口普查局 所以并不是内政部 内政部 也不是别的什么部门 虽然有趣 Michael Lissage调查就发现 然后他说还有农业部 也是 我觉得这个我们农委会 这话分析不是 其实农业部里头 跟农业直接相关的业务 也只有一小部分 其他大部分 其实都可能 在你看来 跟别的部门有关的 例如学童的营养午餐 例如农村管理等等 农村的地方的发展 我们看起来像是 别的地方政府 应该要负责的事情 结果他是归到农业部来 更好刚刚我们讲了 能源部 其实最大的 三百多月预算里面 其实更重要的 不是什么能源 我们能够想象的 管理电力 当然是很重要 也是他重要的角色之一 可是花他最大笔预算的 其实是核资武器 但是可以想象 在正常情况下 有强大的文官体系 就像我们台湾一样 他其实不管你任何人来 正常在什么轮替 他们都会在 他们也会发挥 很基本的稳定的效果 其实这是我觉得 台湾我们虽然 你刚刚上一段讲说 我们都不重视交接 但即便是如此 我们看起来 国家还是照常的运作 真的得归功于 这些默默的 平常你完全不在意 就算在意 也是想要课诉 想要投诉 觉得人家服务态度不好 的公务员 但即使他们在那里 这个文官体系 可以稳住 我们国家治理的 很大一部分的功能 但问题会出在 如果政务官 搞不清楚状况 甚至如果这个政务官 带着某种的企图 这个政务官带着 甚至某种的恶意 他就要来搞你这个部门的 那可能就会是 很大的麻烦了 其实Michael Lewis 他在这个调查聊到 他都发现 其实你可以看到 川普的用人 我话来再回头去看新闻 也的确是如此 他在很多的部门的 主管的提名的人选上 他很刻意的提一些 就是完全看起来 是坏人角色的人 这是很奇怪 我举个例子 刚刚讲能源部 你知道吗 通常像欧巴马 他一被投票当选的隔天 他就派了一个交接小组 大概三四十人到能源部 去开始准备交接了 因为他在之前 就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可是川普当选之后 能源部以为会跟上一次一样 马上隔天就会有人来 结果没有 会被今天忘了 没关系 明天再来 没有 后天 没有 一个礼拜过去了 没有人来交接 两个礼拜过去了 没有人来交接 他说一直到两个礼拜之后 终于找了一个人来 跟他们谈交接的事情 这位老兄不是别人 这位老兄叫Thomas Pyle Pyle 这位派是谁呢 他其实是一个能源业者的说客 商人 商人 而且他的立场非常明确 他是受雇于能源业者的 因为能源部 其实本来就一直要推动低碳能源的 但是能源部一直很怕 因为他们属于高污染产业 所以一直在游说政府 这件事情不能太早启动 OK 那Pyle就是帮他们做这件事情的人 所以是很公开的批评能源部 就要搞了一个长期跟能源部做对的人 来接上能源部 农业部的状况也是 他同样是 农业部都已经准备好了 而农业部比较不一样的是 他们听说川普派来的人是谁了 已经听说了 而这个人同样是说客出身 据说当时是曾经帮百事可乐 当说客的 所以我们想说 这个人出身百事可乐 大概会喜欢喝可乐 所以我们就特地在交接的办公室里面 放了一个小冰箱 里面放了很多的百事可乐 我冬道主做得多么贴心的 就好像一个多月之后 都没有人来 一个多月之后才有人出现 而出现的这个人 叫做Brian Clippenstein Clippenstein是谁呢 跟刚刚那个很像 Clippenstein它是一个组织 叫做保护丰收组织的重要的人 那这个组织做什么用呢 他主张是说 要维护我们每个人都有吃肉的权利 吃肉的权利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组织的成立 他其实主要是要 对抗那些动保团体 OK 他们其实是很担心 如果动保团体声音很大 将来有越多人不吃肉 那其实肉伤的利益 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差 OK 所以肉伤背后就出了 这么样一个钱 来成立这样的组织 因为美国很多这种的 所以很多你不要以为 是什么NGO 什么看起来是 很公益的团体 不 其实背后都是 这些财团 有意设立来带风向 有意来设立 跟其他的团体 跟声量对抗的 其实背后都是利益 他不是真的那么为了公益的 所以你看 例子很多了 时间我就先不讲了 总之 基本上川普在用人 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特色 这也是为什么 他提名很多人 都没有办法让国会通过 那很重要的原因 他就算通过了 他到了这个部门去 麦克林就发现 他找了一个气象业者 去接气象局 去接商务部 然后这气象业者 本来就是要跟商务部竞争的 然后美国 其实很多人也搞不清楚 我们现在手机上 这些很方便的气象资料 都有 就是这些apps 管理体提供的 不 其实都是来自气象局 只是这些商业气象公司 他用了气象局所提供的资料 来再去转卖 加工 对 但一般人其实并不知道如此 所以当川普指派的一个又一个 跟利益有关的人 去接掌这样的部门 如果他动机纯正 他心地善良 也就罢了 但如果他别有目的 甚至带着某种有恶意的目的的时候 大家可以想想看 这是一个多么恐怖的觉 对了 他会出什么乱子 我们就不知道 因为他确实隐含着上下其手的空间 而且不太容易受到外界 很直觉式的监督 就我们刚刚讲 在我们的部会分工里面来讲 算是清楚的 你相对于美国的部会分工是清楚的 大概怎么样的业务 会在哪个部会里面 不止八九不离十 大概99%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农业部管什么 教育部管什么 文化部管什么 科技部管什么 外交部管什么 国防部管什么 内政部管什么 从那角度来讲 当你要办一件业务的时候 你大概很本能的会认为 这个业务应该是属于哪一个部门的 那你那个本能 大概不会错 但是在美国就不是 所以他可能隐含的就是 不止交接的困难 而是上下其手的空间 再加上你看川普的用人 他上来已经换掉了多少的主管 连国务卿都已经换了 所以表示呢 每一个人呢 到了那个重要的职位上面的 待的时间都不长 他恐怕连自己去理解 自己到底管哪些事呢 都来不及 所以他的文官体系呢 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 这个对于这样子 一个庞然大物的国家来讲 风险这么高 好我要进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 那我要问就是说 那像台湾好吧 前几年马英九时代 在将一化的时代 还会推一个所谓的组织再造 组织再造呢 就是把一些新的 因为时代的演进 而出现的业务 那该如何做整病的 该如何做分割的 有一些业务不太适合 在一个部会里面 有一些在不同部会的业务 是看起来是应该整病在一起 他们会有组织再造 可是美国政府好像都没有啊 尽管告回头了 飞得不好 飞得早餐 我是谭尚楼 好 今天礼拜一的时间 早餐读书会的单元 今天介绍的这本书 第五风暴 一个失控的政府 一场全球的灾难 Michael Lewis的新作 那Michael Lewis有 在这本书上面证明呢 他有非常广泛的书写的能力 这个是很难的 因为我们自己是抓笔 写东西的人 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 写作要换一个主题 换一个类型 是非常困难的 你的平常的关注 或者你的知识准备 如果不到位 然后你平常不嫌熟 或者自己找不到切入的角度 你根本写不出东西 所以要能够做广泛的写作 难度很高 但Michael Lewis显然办得到 好那这本书呢 早安财经出版 早安财经的负责人的 沈云聪 那今天在我们的现场 好那我刚刚讲就说 那美国政府 当Michael Lewis写了之后 我相信许多人 会觉得很惊讶说 美国政府是这样子运作的 那不出大事 已经算运气了 好当然 他有些 他有些重要的事情 看起来分工还算清楚了 但是有一些的 细部的工作 显然就很杂乱 那交接呢 也不成体统 但是没有人能改变吗 其实以上讲的 就是从美国的政治传统来说 老实说都不是太大的问题 因为 其实你叫什么名字 根本不重要 唐将龙 我并不是因为你名字叫唐将龙 所以我对你有好感 相反的 而是我了解了这个部门的内容之后 我其实要做好交接的工作 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但问题会处置出在 当你不用心去交接 你不用心去了解这个部门 真正业务的时候 你可能第一个 你就不知道这个部门 真正的角色跟责任是什么 你更遑论要去带领他 这是第一个 再来第二个 更重要的是 当你没有弄清楚的时候 其实很多的部门 美国很多部门 其实都有一个角色 就像我们企业里头的 所谓研发部门 他这边讲的农业部 讲的能源部 讲的商务部 里头都有大量的科学家 从事基础科学的研究 这些科学的研究 就是未来作为 制定政策的基础 跟参考之用的 但是基础研究要不要钱 要不要预算 要 所以当你遇到一个 觉得 我现在就是想要省钱的领导者 或者他对于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不理解 甚至轻蔑的领导者的时候 他可以很轻易就把这种预算 给一笔勾小 我有一个同学 也算是科学家 他在帮美国的交通部 然后去在芝加哥 帮芝加哥的交通市区的交通 然后如何算出最好的红灯秒 他做了20年 厉害 真的我跟你说 部门政府 他就做这件事情 然后就政府养他20年 待遇还不错 那我们来说 你到底算算算没有 还没有 我们现在很多的研究都是委外 包括很多学术机构 这个如果 这个研究团队也很用心 当然也很棒 但总之 这个事情是重要的 然后 但我们现在很多的政策 都缺乏这种基础 就是你只听到口水战 跟政治利益 跟商业利益在那里计较 你并没有看到 正反双方拿出科学证据在辩论 这个是我觉得 读了这本书 很重要的一个课 非常好 所以我在看这本书 看完之后 我就想说 我觉得我们的政府的交接 有好到哪里去 我们的政府交接 看起来是有交接 但其实交接的很草率 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两个新就任的部会首长 可能是不同政长 可能同政党的 中间派一个尖交人 尖交人在那中间 然后把这个印信 从这里交到另外那个手里 拍张照 然后就结束了 那行政院长也一样 好像他上来之后 马上就上手了 是这样吗 他可能从他来到他走为止 他连自己部会里面 到底要管些什么事情 他都不知道 那现在又是五日经兆的时候 那个部会首长的命 一个比一个短 所以他更没有耐心 想要去了解自己的部会 这本书里面在告诉你 其实他里面潜藏的风险 是极为巨大的 国家要付出的成本 是非常非常高的 好 书我觉得非常适合 做一些的 做一些的 就是说如果你是做政治观察 或者政策分析的 我觉得我觉得这本书 是非常棒的书 感谢今天到我们现场 为大家导读这本书的 《早安财经》的沈云聪 谢谢 好这本书第五风暴 那麦克路易斯的作品 自己找来看 广告回头做新闻